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个老厨白菜 这个菜是不是我们传统的一道卤菜 这道菜所需的食材有 白菜 五花肉 粉条 香菜和木耳 第一步 将白菜帮斜切成抹刀片 白菜叶手撕成小块 五花肉切片备用 第二步 锅中加油 依次加入白菜帮和白菜叶煸炒 盖上锅盖焖制 第三步 另起锅 加油 下入五花肉煸炒 当肉变白后 下入八角 葱 姜 蒜 煸出鲜味后 加入木耳 蚝油 鲜味酱油 陈醋 糖和盐 稍作炖煮 加入泡好的粉丝 处理好的白菜 稍作煸炒 最后淋入水淀粉勾芡 撒少许香菜 这道菜式就让我们 能吃一些三尺的老猪白菜 就可以通过装盘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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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